别杀我 别杀我 你们要多少钱尽管开口 我女儿是唐门十三只的房头 她有好几百亿 只要能让我活命 要多少钱 我都给你们拿来 嗯 你就是林秋玲吧 没错 没错 我就是林秋玲 唐若雪的母亲 各位英雄 各位好汉 放过我吧 只要能放了我 一亿 十亿 一百亿都行 拿一大笔钱 远比思考好十倍 而且我死了 我女儿肯定会替我报仇 你们再强大 也要颠量唐门的报复不是 是 再说了 我跟你们无怨无仇 杀我有什么意义呢 哦 你分析得很到位 你的筹码也让我很动心 可惜决定你生死的人不是你 也不是我 求求你 高抬贵手 找我一命 骇猪大人林秋玲找到了 他还活着 下一步我们怎么处理他 要不要我再设一局 用他把夜十三引诱过来杀掉 事情有变化 最新指令杀了他 可是他还有价值 黄狗斌 你多岁了 执行命令吧 黄狗斌之错 我马上把他解决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我有钱 我要买命啊 夜十三 没想到你竟然找到了这里 给我上 杀了他 这还是人了 这个年纪 这个身手 实在是太恐怖了 夜十三 你杀我这么多兄弟 今天你必须付出代价 现在你自费一手 不然我杀了他 夜十三 赶紧给我站住 快废掉一只手 不要让好汉发怒 我如果有什么事 我饶不了你 你觉得我会是自费一手的人吗 哼 少废话 给你三十秒 你不自费一手 我就杀了你丈母娘 夜十三 你这个天杀的 你不是来救我的吗 为了我能活命 你费一只手怎么了 就是拿你的命来换 你也应该毫不皱眉 你别忘了 唐家养了你一年 还给了你妈五十万治病 而且我是因为你才被绑架的 我有三长两短 你对得起我 对得起若雪 对得起唐家吗 哼 把嘴给我闭上 你以为我自费一只手 你就能活命吗 我不管 反正我有什么不测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若雪也不会放过你 夜十三 你还是乖乖自费一只手吧 不然你可就对不起你丈母娘了 我可以向你保证 只要你砍掉一只手 我马上放你丈母娘回去 听到没有 只要你断了手 我就能活命 还能马上离开 好汉他们都是一言九鼎的主 夜十三 你现在赶紧给我断手 你想太多了 我今晚过来就是要杀光你们 落个清静 你在挑战我的耐心 夜十三 你这个废物 你要害死我吗 其实你可以多捅几刀的 甚至我希望你能一刀宰掉的 夜十三 你什么意思 哼 这老女人过去一年里整天羞辱我打骂我 就是现在也总跟我作对 我跟唐若雪一直无法复婚 也是她从中搞了一堆妖蛾的 我心里早就想要她死了 你这么恨她 为什么还过来救她 谁告诉你我过来是救她的 我今晚过来就是杀光你们 包括她在内 你现在劫持她 这么中我下怀 动手吧 夜十三 你个王八蛋 你太歹毒了 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个白眼狼 不仅害我被绑架 还要借刀杀人要我的命 我告诉你 我死了 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我发誓你这辈子都别想跟若雪复婚了 你们全部上路吧 十万 十三 你 若雪 他想要我死 他亲口承认的 他今晚过来不仅要杀凶徒 还要杀我 凶徒不肯杀我 他就连我也捅了 我感觉要死了 快救李阿姨 哼 夜十三 你还真是毒辣啊 自己招惹杀手牵连李阿姨就算了 你不积极解救也就算了 可你不该一边喊着救人 一边麻痹若雪 你跟李阿姨闹过矛盾可以不救人 但你不该阻挡若雪进一个女儿的本分 现在更是亲自捅人 如不是我们及时赶到 李阿姨现在已经被你杀死 然后嫁祸到杀手头上了吧 你也觉得我要杀你妈吗 十三 我知道他给你太多羞辱 我也知道你恨他 可他最不该死是不是 你为什么一定要他命呢 哼 你还是不信任我 我也想要信你 可这个样子 你让我怎么信你 哼 既然你已经认定我要杀林丘陵了 我再怎么解释都没用了 白眼狼 别再欺骗我女儿了 你告诉若雪 你有没有说过 你想要我死 想要借刀杀人 没错 我说过 听到没有若雪 他承认要杀我了 报警 让警察把他绳之于法 夜十三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哼 如果我要杀林丘陵 他就不可能还活着 我杀人没这么插件 哼 那是汪少和若雪来得快 再迟一秒 你就把我开膛破肚了 若雪 不要再庇护这白眼狼了 快叫警察来抓他 十三 你走吧 我理解你的心情 理解你今晚的所作所为 我不会怪你 但我怎么说 也是我妈的女儿 我不能再让她承受下一次生命危险了 咱们有缘无分 你走吧 以后不要再相见 这对你对我都是最好的选择 有些人 再怎么努力靠近也注定要失去 赶紧滚吧 若雪对你轻身易重 你却一而再伤害她 还要杀她母亲 真是其受不如 以后 你不要在若雪面前再出现了 免得给她给林阿姨带来危险 带来痛苦 以赛然若雪受这样折磨的话 我王小楚绝不会放滚 我们的欲望不一样 但我们失望时很像 哪有人喜欢孤独 只是不想失望吧 小安人 你醒了 真是不好意思 见到你太激动了 就忘记刹车了 一不小心把你撞飞 索性 医生检查后说没有大碍 不然我这辈子都无法心安了 这是什么地方 封建小别墅 我周末度假的地方 我把你撞晕后 就把你拉这里来了 谢谢 谢什么呀 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 你休息一下 我去叫医生过来 不用了 我是医生 知道自己的情况 我现在没事了 要准备回去了 这么快回去 小安人 你还没给我联系方式呢 将来我病发了 可以找你医治 王总 你好 咱们的药酒又出问题了 几十个客人喝了其反应 不仅全身发红 还出现溃蓝迹象 现在他们全都都在公司外面 分和寒叫着 要往了 给一个叫着 几个面不为荣的女人 更是直接她在公司打门 警察全都全不住 你看我们要不要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或者给他们一笔钱 让他们闭嘴 又有人出事 这怎么可能 那些药物全都是经过检测的 对不同体质的顾客而言 可能没有太大效果 但绝不会伤害身体 这是内有乾坤 你先稳住他们 等我过去再说 这是不搞好 估计公司就要倒闭了 明白 明白 十三 我估计不能送你了 我跟你一起去看看吧 说不定能起点作用 别忘了 我是一个医生 对哦 你可是神医 年轻风堂的医生都摆不停的定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谢谢大家